所以佛法的定跟这个世间禅定不一样 就是他定中清楚 集定中有照 集二二常照 照二二常集 这是禅定 那我们凡夫有照 但是没有定 他心动了 于是我们就知道修禅定 不一定要坐在里 坐是修禅定的一种 暂定是寻住坐物都可以有 站着也行 走着也行 躺在床上也行 关键是六根对六尘境界 言见二天 样样清楚 样样明了 心怎么样 如如如不动 这是善地 坐在那里是修着 站着也是修着 走着也是修着 功夫 功夫成熟了 我们在华眼镜上看到 欲向掌持 这是修陈宁的 他在哪里修啊 在市产 市产 古时候的市产 就是现在的伯后公司 商场 大商场 那个地方什么东西都有 他天天逛商场 逛市场 他在那里修陈宁 没有人知道啊 他说他六根看得清清楚楚 里头如如不动 这叫经历 他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样样之道是会 如如不动是定 定会等于 这个是禅定功夫用到最高级的 活的不是死的 盘腿面壁了个定 不起作用 不能度众生了 自立不能立他了 欲向掌持这种禅定 可以立一切众生 他在那里给你讲经说法 如如如不动 寥寥分明 所以 近 即定 绿呢 就是会 定会 君等 这妙体 叫山重